那咱们现在回到代码当中 还是看咱们的回归模型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领回归和咱们的套索回归当中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叫Alpha 这个Alpha该调到多少比较合适呢 我们当然可以使用交查验证去找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这个Alpha这个系数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 这个呢就叫做7杆 领回归 领回归到这个AlphaAlpha 我们到这个最优化 现在呢咱们导一下 import numpy as np 这个里边呢得用到画图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urity 魔法指令 来一个引蓝 然后呢我们导一下算法 from sklearn.linear model 从这个下边咱们 import reach ridg 把这个呢 把这个呢导进来 执行一下代码 插入一行 那现在的话是吧 咱们就给它一个数据呀 x呢就等于1 除以小括号 np点 我们给一个np点 orange 小括号 我们让它从 我们让它从1到11 然后呢 动号 然后呢 再加上np点orange 我们让它从0到10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形状改变一下 reshape 咱把它变成 负1和1 这个时候你看 咱们的x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了 那后边正是因为多了一个reshape 所以我们两个np在进行相加的时候 是不是进行了广播机制呀 所以它就变成了10乘10的一个数 它呢就变成了一个x的形状 现在呢就是一个10乘10的 我们往下插入一行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形状 x.shape 看是不是就是10乘10的一个数呀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呢 是不是有10个样本 10个 10个样本 是不是有10个特征呀 那和x相对应的 我们给它一个y 然后x相对应的 咱们给一个y 大家看np点orange1到11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那np点orange0到10呢 也很简单 就是01231得到9 我们一进行reshape -1到正1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二维的了 对吧 你前面是一维的 后面是二维的 再进行相加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根据np的广播机制 是不是都变多了 所以说我们就得到x了 然后咱们再给一个y y呢是目标值 咱们给一个np点once 我们让它所有的都是1 现在这个y呢就有了 x和y之间有没有一个关系呢 我们现在呢就使用咱们的领回归 来去给它拟合一下 那咱们接下来呢 就给它一个系数了 就是给它一个这个alpha 因为我们领回归当中呢 我们定一个rage啊 ri dje就等于rage 默认的这个alpha是不是1.0呀 我们可以调的大一点 可以调的小一点 只要这个alpha大于等于0就可以 咱们先声明 看我们先声明这个rage 那咱们现在呢 我们给这个alp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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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给它200个 这个时候咱们就np点 我们就调用logspace 之前咱们是不是用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呀 logspace 这个lanespace是等差 logspace它是就类似于一个等比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就给一个这个数据啊 这个logspace里边 它有一个这个起始有一个结束 那这个数据它是不是nm 是不是分成了50呀 咱们可以加这个nm是吧 给它变成200 那前面给一个start start 这个start 看一下咱们给多少比较合适啊 它这给-10到-2是吧 那么我们在代码当中呢 咱们也给一个-10 这个-10是不是就是1亿的-10呀 对吧 1亿的科学技术法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十亿分之一 是吧 不是100亿分之一 因为八个零是一 是吧 那要是-8个零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分之一呀 现在是十个零 就是百亿分之一 这个数字很长 非常小的啊 然后咱们再给一个 叫stopstopstop 让它等于-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alpha的变化呢 是很小的 alpha的变化很小 所以说那么我们就是从-10到-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数据 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看 最小的是不是就是1亿的-10 对吧 到最后是多少呢 你看 1亿的-2 那我们现在把它划分的这种方式呢 就很均匀 大家看就很均匀啊 是不是有很多-10次密的 有-9次密的 有-8次密的 还有什么 -7次 -6次 -5次 -4次 -3 -2 是不是都有 这是我们对于很小的数据 咱们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划分 如果说我要使用np.linespace 咱们呢 从一个很小的数 1亿的-10次方 到1亿的-2次方 我把它分成200份 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直行 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把它分成了 分成了几份啊 是不是也分成了200份 这个时候你看啊 就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亿的-10次密啊 马上接下来是不是就是-5次密 那你比较小的数 你-9次密 -8次密 -7次密 -6次密 是不是都没了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等差数列呢 它就是将这个范围内分成了200份 然后给我们反复的结果 没有咱们logspace划分的更加细腻 你看它细腻到-10次方 -10次方 然后-9次方 -8次方 是吧 所以说这个更细腻 咱们在去找一个合适的比较小的数的时候 使用logspace划分 使用logspace划分 比咱们lanspace划分要细腻多了 好 那么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数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for循环了 看那就是for a in咱们的alphas划分 上面不是声明了一个rage吗 有了这个rage 咱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象的set方法 就是说 我有了一个rage rage里边有一个叫setalpha alpha 叫setalpha还是alphas 现在没有提示 咱们就将na放进去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报错了 那就是setalpha 执行 领回归 那如果要是没有setalpha 那它就是setparams 看ridj.set 是不是有一个setparams 咱们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给它一个参数 那在这个当中呢 咱们就给一个alphas 我们让它等于谁呢 等于a 这个时候value 是吧 等会我看看啊 这个把这个s去掉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看此时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所以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挨着它 所以说你掉它的方法 它出不来 那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bug pa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啊 p-r-a-m-s params 那我们的alphaalpha h-a就等于a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对它进行设置了 设置完之后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使用锐质点 我们去fit一下了 x和y放进去 只要它一fit 咱们锐质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个coif呀 对吧 下滑线杠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alpha下 是不是得到的一个系数呀 那么我们将这个系数给它存起来啊 在放循环外面 咱们呢 起名叫做coif 叫coif 就等于一个 给它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只要 进行了 给了一个alpha 进行了训练 我们就把它存起来 那就是coif coif是点 是不是就可以来一个append的呀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200次循环就训练结束了 插入一行 看一下咱们现在的coif 执行 大家看这个就是咱们的数据 是不是呀 我们现在发现 你看这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是零呀 这就说明训练的不太对 那么我们在生成岭回归的时候 我们少给一个参数叫fit intercept 我们让它等于false 为什么要让它等于 等于false呢 我们呢 这个 就是说我们让这个结局是吧 不要让它去计算结局 你说我们计算出来是000 这是不是一个结果呀 是 这是一个结果 你看我们的目标值位 是不是都是一 对吧 目标值外都是一 这个时候对于算法而言 它是不是只要让我们的结局等于一 所有的系数都等于零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结 所以说这个就是原因所在啊 你看我们在下边插入一行 看一下咱们的rage里边的intercept 你看它是多少 是不是一呀 你这个一和咱们的目标值外 不正好吻合吗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你的系数了 所以说它的结果它的系数全是000 那咱们现在呢 让它的这个fit intercept等于false 就是不要去计算结局 去计算咱们的斜率 这个时候我在执行的时候 执行了 现在咱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intercept rage点 结局 你看一执行 是不是就是零 不计算了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咱们的call if 大家看这个值是不是就出来了 有的大有的小是吧 你给不同的alpha这个值 你看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给它画出来啊 我们绘制一下 那绘制一下 咱们是不是就有plt啊 咱plt.plot plot 横坐标呢 咱们绘制谁啊 横坐标咱们绘制alphas 我们不是给了200个吗 对吧 纵坐标咱们画谁呢 画咱们的call ifs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 线是不是画出来了 好那 我们在前面来一个杠 你看画出来了 对不对 画出来之后 大家看这条线 是不是这个都弄到一起了 为啥会弄到一起呢 因为我们的行坐标alpha 它的值是不是非常小呀 你看咱们的刻度 这是不是表示成0.02了 但是你的alpha的这个刻度是吧 它有多小呀 是不是1 是不是这个1 1的负十次发呀 那你在这 你在坐标刻度上表示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小呀 所以我们现在呢 对咱们的plt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设置啊 叫做x scale xscale 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就是缩发的意思呀 xscale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表示刻度的时候呢 咱们不使用线性的 我们使用什么呀 log 以对数的形式来给它表示 所以我们就给一个log 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直行 哎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到了吧 此时就可以了 你看刻度就变成什么了 看这个刻度是可以调的啊 你刚才画出来那个图 其实也是它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因为 你要刻度太小 是不是全给传到一块了 所以我们plt.xscale 就是我要将它的横坐标 显示的时候呢 以对数的形式显示 这个时候你看它的刻度就变成 就变成什么了 看 是不是就是-10次密 -9次密 然后-8次密 -7次密 一直到-2次密 是不是就刻度就变成了 就变了 对吧 哎 所以说这个matplotlib 画图是非常强大的 基本上所有的图形 我们那天不是有同学分享table 嘛 table 里边所有的图形 啊 我们的matplotlib 都可以画出来 在我们之前在讲的时候 我们进入了它的官网 是吧 里边的格式有很多 我们说画图呢 是一个工具 画图是一个工具 我们就调用方法传参数 就可以实现图形的绘制 所以说我们没有讲的 我们没有讲的太多 没有就是说罗列更多的方法 大家在工作当中呢 大家在工作当中是吧 你去查看它官方的APA 你工作当中要是用到了某一个图 你用一遍 用两遍 以后你就知道 就知道这个方法了 所以它的官方APA是吧 有非常多啊 很多页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咱们的一个这个 刻度的设置 好 那么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随着咱们alpha的增大 看随着alpha的增大 看 向 向右是不是越来越大 随着它的增大 它 系数怎么样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纵坐标 是不是它的 系数呀 咱们给它设置一下 PLT叫 Valable 小功号 这个叫什么呢 co 叫coif 然后咱们的PLT.xLabel xLabel呢 就是 就是咱们的这个alpha alpha 是吧 它就是alpha 我们将它的字体 给它变得大一些 那就是 font size 我们让它是25 这也一样 font size 让它是25 上面我们给一个color C-O-L-O-R color呢 咱们给一个red 我一直行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coif 这个就是alpha 我们可以将它的角度 给它旋转一下 角度叫rotation R-O-T-A-T-I-O-N 我们让它旋转90度 执行一下 这个就是90度 我们让它旋转0度 默认就是90度 现在你看 是不是就水平了 好 那么这个都可以调整啊 咱们说 领回归的alpha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是不是将咱们的系数进行收缩呀 你看啊 当这个alpha小的时候 这个系数是不是大 当这个alpha大的时候 这个系数是不是小 看到了吗 alpha大的时候系数小 alpha小的时候系数是不是大 所以说alpha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呀 是不是就取到了一个收缩的作用呀 但是你看我们收缩收缩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越来越趋近于0了呀 你看它就越来越趋近于0了 那么我们这个alpha到底选哪一对比较合适呢 那这个alpha到底选哪一对比较合适 咱们现在能够看到 你看这一对是趋近于0 这一对是不是波动特别剧烈呀 这个都不能取 你现在能够发现啊 这我们有一条 这我们有一条绿色的线 一开始当这个alpha很小的时候 这个绿色线的值是不是先增大 然后是不是又变小了 所以它的波动就比较剧烈 我们再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线性问题 其实就是去求解它的系数 那么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在调整这个alpha的时候 它有变化 但是不要出现剧烈的波动 它有变化 但是不要出现剧烈的波动 那么我们一般选合适的这个alpha值 我们就可以选这一块 我们换一个颜色 我们来一个绿色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这一块 是不是没有剧烈的波动呀 你随着alpha的增加 这一块怎么样呀 是不是平缓的在降低呀 所以选这一块就行了 选这一块当中的任何一个值都可以 到底选哪一个值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评分标准 MSE或者是说 或者说咱们的R24高都可以 因为我们使用领回归 或者说使用螺丝回归 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是无解 我们只是让咱们的算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让它更合理 更能够解释 所以说我们才会 才会去给它添加一个alpha 如果是这个问题是吧 能解决 线性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咱们 王浩宇 瞌睡了 站起来了 要不你就发个红包吧 你选择站起来还是选择发个红包呀 站会儿上 那问你一个问题 alpha怎么选择 alpha选择中间绿色那一段 然后就是选择那个 也不能选择 拨动开小的 然后用它那个 真厉害 一边睡也还能一边听 一边打瞌睡也还能一边听 咱们说这个叫做平滑区 是吧 这叫平滑区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这个区域 这当然 你说我选红色的这个 选这个很平滑的这个区域 行不行呢 也可以 知道也行 我们现在所求解的每一个值 我们现在所求解的这上面的每一个值 它都叫一个答案 知道 它都是一个解 所以说 但是呢 就是就看选哪一个更好了 是吧 那我们呢 在选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系数呢 这个也帮趋近于零 也不能让它太趋近于零 让它呢 这个呃 所以说这个 绿色的这个框圈起来的 哎 我们把它叫做平滑区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 这个是一个标准 以后 如果你在解决一些很复杂的线性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领回归来找它合适的阿尔法区间 当然如果它是线性问题 我们使用线性回归就能解决 根本就不需要领回归 咱们说的 就是说这个领回归在解决解决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特征特别多 特征特别多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领回归去解决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样本量比较少 样本量少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领回归去尝试解决一下 总之呢 就是线性回归解决不好的时候 领回归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参数去找一个合适的解 这个就相当于是 你加了一个阿尔法就相当于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微调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领回归阿尔法的这个最优化问题 在这呢 我们把这个结论给它写到这儿啊 咱们的结论 那我们就是找这个图中 找咱们图中平滑的区域 作为咱们的阿尔法值 这个呢 只是一个参考